有个观众留言是涉及到这个中共修改历史的 他说中共不仅仅修改历史 而且修改历史的部分涉及到心理学 历史学 社会工程学 那么让即便是知道真实历史的人也会非常惊讶 很模糊 容易在某些时刻分不清 一词一句的修改都非常的巧妙 这个有点高看他们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中国政府修改的这些历史教科书 他们自己经常改 不仅不精妙 而且自向矛盾 参与修改的不是各部门的顶尖的精英 也没有什么特别牛皮的部门 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的源头是哪呢 源头是国民政府当时留下来自愿帮助中国共产党 来完成乡村教育的这些历史学家 这些人他们秉承着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 就是让中国能够尽可能扫清闻嘛 实际上他们都是 推广这个乡村教育的支持者 他们从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 就光注删减了教科书 他们围绕着共军比较喜欢的农民起义 创立了一套正统的历史观 这些工作是在五十年代完成的 到了六十年代大家知道了 前几年 逐渐完成 那后几年呢 后几年其实就是为工农兵准备教材了 更是把原先的历史搞得支离破碎 所以在文革期间 即便是那接近四十万的工农兵学员 他们有一些读到的历史 都跟真实的历史偏差非常大 然后文革结束以后 又进行了一些修改 这些修改分好几个段落 直到今天 人们都会感觉到非常模糊 你看中国政府所告诉你的历史 各个年龄段 知道的其实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说词 叫 让更多的人 能够熟练的掌握中文 所以在简化的过程中 有一些失真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非常正常 就把它忽略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历史教育家 他们在传播点滴的真实的历史 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刺痛 认为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都是会识 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可以用足够的时间去延伸阅读 来满足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探讨 但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 有一些是因为工作时间比较紧张 忙于挣钱糊口 不太愿意看书 有一些呢 是即便愿意看书 他也愿意看一些翻译的书 他们一边说 中文不能看 都是糟粕 一边他们又看不懂外文书 怎么办呢 就看一些外国人批判中国 文化中 这些谬误的东西 然后把它放大 所以今天批评中国文化的人 往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都是偏少的 他们抓住了一些大纲 一些别人的评数 来转手倒卖给身边的人 显示出他们的高贵 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又愿意批判性的去阅读的 甚至延伸阅读的 始终只有很少的人 因为大多数人读不进去了 今天这个社会 已经过于浮躁了 没有几个人 能有心去读书 很多人对今天的社会呢 已经开始有很多抵触了 认为这个社会课题太大 解决不了 没有什么好办法 所以最终 失望之余 花点时间都去读贤书了 因为你找不到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案 读再多的书 对你来说 也不可能参与社会改良 那么你就会有一种失望 恰恰在这一刻 中共为了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 又做了一些非常蹊跷的操作 比如说 它整合了一些 它认为有用的资源 来针对全民进行灌输 别说你学西方了 你就是玩游戏都不行 它要让你把整个的学习时间 社会的风气都引领到 社会主义好 就是好 只有社会主义好 它围绕着这个主题 不仅不让你看贤书杂书 甚至连游戏都不给你玩 问题在这儿 因为你 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东西 真实的历史你碰不到 它修饰过的历史 自向矛盾 你说你苦闷之余吧 咱也不追求去当个百万富翁 是吧 咱也不追求去当个科学家 当个什么发明家 咱没这个能力 咱就老老实实过自己的小日子 是吧 咱看看贤书打打游戏混日子呗 它也是一种生存状态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了 连这种生活方式它都容不下 这就造成了一个麻烦 中共把很多原来不关心实证的人 逼到探求真实历史的道路上来 那你算啊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在减少 尤其是北方城市 人口净流出一直在增加 那工作机会少了以后 闲暇的时间就多了 他想看一些新奇的东西 你不给他看 他想玩一些游戏 你游戏也不给他玩 你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价值观 那他去研究这个马列主义吧 研究到最后 你认为他这个这个 原教旨的马列主义了 不行 没什么呢 因为在国际社会中有很多这个原教旨主义的 就马列主义的叫什么呢 叫马列毛派 这些社会主义政党都是骂中共 认为中共已经变修了 所以你要研究马列主义的道路 这个也不行 因为你太左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研究呢 你啥也干不了 杂数不给你看 游戏不给你玩 你有精力 你有足够的时间 但是 你找不到一个宣泄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会静下心来 看一看身边的人 看一看平常理解不了的事 然后总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中 为什么 越是思辨能力强的时候 社会的压制 实际上是约重的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联想到中共建政以前 各大城市 茶馆 社交平台 都在贴在墙上叫什么 莫谈国事 今天的中国人 还有什么好谈的 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饮食 谈谈旅游 谈谈壮美的和山 其实谈了半天 你也不敢去 因为 现在他哪都不给你跑 这个政府 在编造历史的同时 其实是没有自行的 他们从头到尾 都是为了迎合 正在当政的领导人 为了迎合他的想法 去进行一些修改 如果你把中国 从建国到今天的教科书 各个版本都能收集一下 对比一下 你会惊讶地发现 这个东西不仅与时俱进 而且经常会出现反转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